德國科隆動物園 最近誕生了一隻普渡鹿 這是全世界最小的鹿種 身體細細的 喜歡吃樹葉和果實 走路的樣子也很可愛 一舉一動都吸引遊客目光 這隻被取名為 杜爾賽的小鹿 屬於南普渡鹿 身上有明顯的白色斑點 性別尚未確定 2018年 他的媽媽在科隆出生 杜爾賽是第二胎 前面還有一個13個月大的哥哥 一家四口和樂融融 土土鹿的體型 大約只有德國本土鹿的一半 森林動物大多在夜間活動 喜歡吃樹葉 果實 花朵和幼樹的嫩芽